2027来自巴夏的生命讯息 一个意识 提问 好的 我的心说 我想选择 回答 啊 当我在说话的时候 至少在这一刻 我是在对你们全体说话 倘若你现在想把自己分离为一个心 一个意识 以及一个潜意识 你便会转动一个将持续多年的游戏 正如你们有很多人所以已经做的一样 你认为 你必须调和这一切自造的不同断片 可是 创造出这些层面的却是你 我要让你进入一个小小的秘密之中 那其实也根本不是什么秘密 你其实并不具有 你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真的具有 一个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心灵 你是一个意识 一个同质性的意识 你所谓的灵或灵魂 你的高层意识 低层意识 你的心智 精神性 你的肉体意识 潜意识 无意识 这一切都只是不同的方便途径 让你可以避免正视你所恐惧的某种东西 只此而已 你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意识 你创造了一些方便的隔间 可以把某些东西放置其中 你曾被教导 基于某些理由 证实那些东西是一件危险的事 为什么 那只是你的一部分 你身上绝不可能发现 有任何东西是无法以正向方式来加以应用的 哦 对了 你可以发现很多东西 并且全都以负向方式来加以应用 可是那不是你的选择吗 是或不是 如果不是 那么你为什么不假设你拥有同样的力量 可以决定如何应用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东西 如同你也拥有同样的力量 可以决定以正向方式来加以应用一样 正如你已经一直以负向方式来加以应用 你可以以正向或负向方式来应用任何你所发现的东西 为什么不去了解 你只愿意以正向方式来运用它 而你因此也只能从中得到某种正面效果 你无法 无法 从正向运用获得负面的结果 让我重申 你无法历经任何一个振动 非你所有的实相 倘若你有一个自己所不喜欢的实相 那是因为你正在接受一个支持那个实相的信念体系 就那么明白 简单 你们有一些谚语可以形容这种情形 你拿出什么 你也收回什么 进去的是什么 出来的也是什么 你不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你只会得到一个相等的相应的反作用 如果你拿出一个正向的想法 一份正向的优先信任 你便只会收回一个正向的实相 如果你拿出一个负向的想法 你称之为怀疑的想法 你便只会得到犹豫 愧疚 挫折 以及所有其他你的社会已经创造出来 用以代表负向信心的象征符号 你是否相信 至少愿意去考虑你是否可能相信 假如你完全按照你表示愿意成为的 那个存有的方向来行动 那么 你自己即可以负责去吸引某些事物 这些事物将会支持作为那个存有的你 而这个连续性波浪也将会永远持续下去 你愿意相信这是可能的 你相信 美好的事总是有可能成真的 提问 是的 我愿意相信 回答 好的 那么就去发现 现在 有什么东西阻止你去相信这件事 跟那个妨碍你去经历那种实相的界定 达成协议 并且重新去发现 去界定你所想要的实相 你将会获得那个反应 我百分之百可以保证 这个宇宙不会对你有所保留 没有 但它只可以把你说你已经准备要的东西给你 倘若你不相信 你已准备好去运用成功的观念 因为你甘心接受 必然有一番奋斗 或那必须要不断努力 这个宇宙便只会给你那一大堆事情了 那是因为 你正明显地告诉宇宙说 我仍未准备好要更多 请不要给我 我仍在创造一种对负相实相的信心 当我带有那一类信念的时候 我就不想要这些东西 因为它们将不会以正向方式视线 请在我愿意相信 我应该得到一个正向实相的时候 才给我那些东西吧 但那是你该得的 这个你也知道 只因你拥有构想它的能力 你就应该得到任何东西了 你不必争取得到快乐的权利 你早已拥有那项权利 因为你已经存在 你了解吗 提问 我听了你的话 而且真的愿意相信 信心门槛 你正站在一道信心的门槛上 你正探索那道门槛 你所真正愿意去相信的东西 对你来说是可能的 聆听那种你用以表达它的语言 它将指出 你的信心门槛在那里 只要那道信心门槛 现在就端端正正的藏在你心中 你便将会经历自己所渴求的生命 只要它仍在外面 仍在未来的某个地方 无论与你多么接近 如果它不在你的里面 你都不会经历它 现在你就在探索那道信心门槛 提问 我怎么可以回答 啊 我正要谈到这个了 谢谢 让我们做一点练习 一个将协助你认清自己的信心门槛 在哪里的练习 好吗 首先为你自己创造一些东西 你可以用任何自己感觉舒服的方式 它不必十分复杂 它可以是任何东西 它代表你的理想生活方式 想象一个景象 你正在做某些自己很喜欢做的事 而在那种生活方式中 也获得全面的支持 你毫不怀疑自己已获得支持 你真的感觉那是你的生活之道 那就是你的生活之道 而一切都很不错 了解它 是它为你的生活感受的理想精粹 我们并非要你描绘一个 一成不变的画面 我们是在谈论你所感受的生活真随 在心中带着那个理想的画面 接着我会问你一连串的问题 你心中带有那个景象或感觉吗 提问 有 回答 好 那么在这些问题上 你要诚实对待自己 而且也要这样待我 你诚实的想一想 你是否能够在 比如说 十年之内创造出那种生活 提问 可以 回答 你是否相信 你在一个月内便可那样生活 提问 不 回答 你是否相信 不管你所想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你在一年之内就可以过上这种生活 提问 不 回答 你相信自己可以在三年之内做到 提问 我相信我可以做到 回答 好 你可以确定 你真的可以这样感觉 一年 提问 可以 只要我全心全意那么做 回答 好的 你为什么不那么做 为什么一定要专注在自己所不想做的事情上 提问 我想 我认为自己必须照顾很多别的小环节 回答 可是你要明白 当你做一些代表了你那个实相的震动的事情时 所有小环节便都会照顾自己了 这不是说 你将不做任何事 这只是说 当你过那种精粹的生活 当你的生活与你所选择的道路之间 形成一种同步和谐的时候 一切便会以他们需要的形式落在那条道路上 而且会落在他所需要的适当位置上 当你继续做自己想做的那个人 你将轻松自在的把所有照顾生活琐事所必须的工具 同时吸引到自己的人生之中 那就只有一整件而已 你看 你现有的困难是在于认为 你的人生是一系列分离的想法 而不是一个同质性的事件 在这个事件之中 一切为了让你成为你需要成为的那个人 所必须做的事 都将会自然的获得照料 那些没有完成的事 如果你真的成为你所知道需要成为的那个人 其实都不必为此而有待完成 你了解我的意思 外在的反应 提问 我认为 我们需要的是获得一种自己想要的感觉 而不是某个外在形式 回答 哦 是是是 外在形式只不过是内在觉知的一个反应 当你创造并形成了一个内在觉知的振动时 这就是我的样子 接着你的外在实相便会把它向你显示出来 你不会在创造内在信念之前就获得外在的实相 在肉身实相中 你只会获得你早已相信最可能获得的实相 而且 只有当你真的全心全意的相信 这真的就是我的一切 这真的就是我喜欢的样子 当你在自己里面产生了那个感觉 那个渴望 以及那个能量的时候 你的外在实相便毫无选择 而只能反映那个内在感觉 内在觉知 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让你自己知道 对你而言 那个真相的振动即是你的振动频率 即是代表你所想要成为的那个存有的振动频率 那么 你便将会把频率对准那个电台 当你把频率对准了那个电台 并且让频道停留在它的上面时 那么就只有属于那个电台的事情才会被你接收到 你知道 除了你所对准的电台之外 你不可能再听到任何东西 但你必须先决定调向那个频率 不然 你便只能收听自己所不欣赏的节目了 改变频道 那个节目也会随着改变 提问 我对任何事情都不会真的感到兴奋 回答 好的 你要弄清楚 当我们谈到做最使你兴奋的事情时 那不一定意味 你将会一直不停的跳上跳下 一份平静的觉知 一份绝对的确信 也可以代表那个兴奋 那个振动 他表示你已知道 你与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已处于同步连线之中 他不是指 你必须一直到处奔跑 他可以是一件十分稳定的信心 一份平衡的觉知 一种确定感 提问 对了 一直都是那个样子 只是放松 我希望多一点刺激 回答 没错 希望某些刺激 现在兴奋起来又有什么不对 你记不记得 我们曾经问你们全体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提问 记得 回答 答案是什么 提问 我此刻在那里 回答 对了 就是你正在做的事情 故此 倘若你真正让自己明白 你所正在做的 就界定而言 必然就是任何时刻的最重要的事 那么你便会开始那样看待那件事 当你的态度有所改变时 你将开始了解 你在这个位置是有一定理由的 你也会从那个片刻 获取自己所真正需要的东西 而不会假设 这一刻并不含有任何可以产生兴奋的内容 这个想法是要你以孩子般的迷醉来面对世界 接着你会逐渐发现 有许多你视为世俗的事情 实际上却比你所想的更加令人兴奋 而你也能够做那些事情 因为你现在已看到他们的刺激 你们有很多人 现在已经变得麻木不仁 所以那些可能很刺激的事情 却对你产生不了什么效果 由于那个厚厚的外壳 你甚至可能无法认得自己的兴奋 不过你可以穿过它 你可以经由突破社会传统而突破它 那会使那个外壳变得较薄 让兴奋更容易穿透 然后哪一个方向有你的兴奋 你的道路便会显而易见 同样 这个想法也要你去运用自己的想象力 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机制 你们每一个人 它对任何事情 一切事情都将会有效 非常简单 你的想象力就是那个样本 那个蓝图 如果你在想象中换起了一个形象 一个关于你希望成为什么样子的心象 那么就利用你生命中的任何一个处境 把它交给你所想象的那个你 它代表了你所想要成为的那个兴奋的人 并且观察 想象中的那个你 是如何的掌握你所交给它的那个处境 接着就复制那个它 你将获得它在那种以兴奋方式来掌握一切的兴奋状态中所得到的效果 那即是你的想象力的用处 复制 它给你那幅画面 那份蓝图 那条道路 那个方法 那种仪式 所有对你来说都最有用的东西 创造一个形象 模仿那个形象 然后你便会成为那个人 你便会自动拥有那种生活风格 那是小孩子的做法 他看见 于是就变成 他看见 于是就变成 他不问他所看见的是否有效 小孩子知道那是在完整性之内 所以不必停下来询问 他看见 于是就变成 他扩展 并且成长 你可以那样做 你可以玩游戏 这是要由你来决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